神經病 這是我第四個化妝 這是我第四個化妝 我選了五個化妝 這裡 這裡 中間 中間 往往這裡 好了很多 因為我未入行的時候 是不懂化妝的 其實我人生第一次正式化妝 是選港姐那時候 所以之前什麼都不懂 選完之後 就是跟化妝師學習 或者有時候看多了片 或者買多了產品去試 才開始叫懂化妝 那你覺得沒有化妝做到一個 他覺得沒有所謂的 其實化妝 比如我們去外面也會化妝 因為始終可能你會穿上衣服 會穿上一點 但是我又覺得他 看我久了 肥瘦這些都沒有所謂 都沒有所謂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喜歡吃東西的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出外 都因為要遷就著 就是故意不吃東西 或者故意不吃東西 對 又不會配合的 但是如果一齊見面多 我可能會一齊 少一點見面的 少一點 夏天是否要減身身 夏天就順其自然 我每年夏天都會 因為始終短衫短褲 但我又不會太過分 因為我是一些容易胖容易瘦的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就不會亂吃東西 但是如果約朋友 或者去旅行 我也不介意吃多一點 我覺得吃東西應該是我人生最大的Hobby 然後結婚了什麼 我覺得順其自然 因為我現在還要上一行 所以其實都要 發現這個是我最想完成的一件事 沒有啊 因為今年都還要開學 我轉球都要開學 所以其實要完成了這一件事 我消化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